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你看到如果你的床旁邊 就是這個馬桶的話 你會想住嗎 這名中國網紅 到鄭州的超小民宿房間 住一個晚上 算說設備是蠻齊全的 暖氣 牙刷都有 但是你看這個重點 就是這臥室跟廁所 就變成一體的感覺 所以旁邊就是馬桶 這個人 忍不住要吐槽了 他這樣住一個晚上 他覺得有點 噁心 早上起床 深深攔腰 迎接美好的一天 可是仔細一看 怎麼會有人睡在馬桶旁邊 睡著睡著 晚上要起夜 想上個廁所 一個翻身 咱就可以上廁所 坐在床上就能洗臉 只要稍微移動屁股 就可以上廁所 如果想要體驗 這種超懶人生活 一碗只要大約 新台幣268元 這個房間咋說呢 也是配置齊全 有TCL的空調 有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暖氣衣架水壺插座 甚至連牙刷都已應俱全 中國河南鄭州這間民宿房間 雖然臨時臨聽 卻有一床的旁邊 獨特設計引發熱議 像我這種人才 就屬於是 不能說是人才吧 只能住在這種地方 設計出來這個公寓的人 他真的是太人才了 忍不住自嘲連發 中國網紅黑貓掌入住後 被感震驚 還覺得有點反胃 他說之前他在網站上 發現這間民宿覺得很離譜 因此決定親自去體驗一下 這個房間確實多少點離譜了 鄭州這兒也不是說什麼 寸土寸金的地方 真的會有人過來住嗎 鄭州的民宿已經貴的 讓人住不起了嗎 民宿業者說 其實他們只是利用小空間 有沒有人住都沒有關係 而因為這附近正好有間醫院 不少人只是來看醫生 住個一晚而已 並不是讓人住長期的月租套房 記者綜合報導 請見 把他教育 fand掉 任者請 joy 學生 不是 輝了 我們 都